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祝贺李慧斯为港队在今届奥运取得第六面奖牌 形容李慧斯的实力和决心经得起时间考验 李慧斯铜牌战冲线一刻格外激动 专程度沙田体育学院棺材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对港队再赢得一面铜牌,忍不住激奖慶祝 他说李慧斯是第一个分别在两届奥运会 奪得奖牌的香港运动员 实力和决心经得起时间考验 看得紧张的还有体院的单车运动员 很兴奋,见到他这么努力去练 本身入了服务赛,然后拿到快捅牌 都让他开心 当然很想像他们那样去奥运 所以都要好好准备自己 很兴奋,很激动 这几天再看他之前的比赛 他都会改进到自己的问题 敬畏他的那种坚毅 体育学院这个展柜展示李慧斯之前在国际赛事上 穿过的战衣和用过的手套 体育学院说日后会考虑再向李慧斯等得奖运动员 借出他们在东京奥运上用过的装备 激励年轻运动员 林郑月娥也参观体院新设施大楼选址 这里会建一栋三层高的体育科研大楼 预计2025年落成 无线电视记者善致报道